红宝没个楼 瑟西、兰尼斯特召开了御前会议 按理说 瑟西作为太后 且已经被耻夺了摄政大权 是没有资格召开御前会议的 但其实现在的内阁大臣就剩下了两位 情报总管瓦里斯和大学士葛蒙 国王之首泰温公爵还在前线 任命的代理首相凯逢 兰尼斯特又刚去了高亭 财务大臣提利昂 兰尼斯特也去了阳几城 所以才导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瑟西俨然将自己当成了军林的主宰 御前会议竟然如此冷落 实在是太难看了 瑟西发表评论 八爪之珠瓦里斯露出谄媚的笑容 这也是因为诸位大人们都有要是不在军林城中 不过幸好还有太后陛下您在主持大局 瑟西很满意瓦里斯的态度 那张肥逆的圆脸也顿时显得可爱起来 他倾咳一声 道 也是因为御前会议的职位还有不少空缺 这可不行 父亲作为国王之首 却一直在外统军 无暇做出安排 但内阁职务关系重大 可不能一直这么拖着 所以我们今天就商议一下这几个空缺的人选吧 大学士葛蒙偷瞄了瓦里斯一眼 却见对方脸上还是那副甜甜蜜蜜的笑容 竟是对太后的自作主张毫不在意 这件事还是等国王之首回来再说吧 葛蒙只得硬着头皮出声反对 国家大事能这样一直等下去吗 瑟西恶狠狠地瞪了葛蒙一眼 然后看向瓦里斯 瓦里斯大人 您觉得呢 国王之首不在 可以问问国王陛下的意见吗 瓦里斯笑道 葛蒙心里暗骂 国王才七岁 他有个屁的意见 还不是全听他妈的 陛下还未成年 不该就国事发表意见 毕竟摄政大人不在军林吗 瓦里斯笑呵呵地反驳葛蒙 那就让陛下拿一次主意也无妨 瑟西很满意瓦里斯的态度 便装模作样地 看向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的儿子 托曼 你觉得呢 觉得什么 托曼目光茫然 显然刚才他根本没在听 御前会议的空缺啊 是该填补了吧 哦 哦 对 托曼连连点头 瑟西得意地看了葛蒙一眼 道 很好 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 有哪些职位空缺 瓦里斯道 巴利斯坦 塞尔弥爵士辞去了御林铁卫队长一职 所以这是一个空缺 另外 远海政大臣史坦尼斯 拜拉西恩叛国 这个职位也成了一个空缺 瑟西点点头 补充道 不是还有一个法务大臣的吗 听到这里 葛蒙立刻开口道 陛下 泰温大人已经承诺 将法务大臣一直交给梅斯 提利尔公爵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瑟西轻哼一声 他知道 这位葛蒙大学士 其实出自提利尔家族 虽说成为学士之后 都会放弃世俗姓氏 但哪个人 要是真的相信 这些学士 跟自己家族彻底断绝联系 那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大学士 由学成书机会任免 旁人无权插手 要不然瑟西 瑟西绝对会让托曼 罢免这个烦人的家伙 父亲确实给过高庭这样的承诺 但条件是提利尔家族 将凯撒的人头送来军林 显然他们没有办到 所以 这个法务大臣 还是要另选贤明 瑟西看着哑口无言的葛蒙 心中暗自得意 他绝不会任由玫瑰 在军林野蛮生长 陛下 您觉得谁担任法务大臣合适 瓦里斯惨笑着问道 凯逢 蓝尼斯特爵士 瑟西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这个职位给了叔叔 毕竟 父亲将其视为左膀右臂 瑟西觉得自己 还是不能做得太过分 葛蒙顿时 葛蒙顿时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意识到 这样一来 御前会议中不就有了三位兰尼斯特 我也同意凯逢爵士 瓦里斯已经点头同意了 很好 那就它了 瑟西愉快地做出了决定 随即诱到 至于御林铁卫队长 我提议詹姆 蓝尼斯特 詹姆爵士 已经成了守夜人 葛蒙提醒道 哼 那不过是在凯撒的威逼下 根本不算数 父亲会将詹姆带回来的 由他继任御林铁卫队长 合情合理 葛蒙实在忍不住了 嘲讽道 御前会议都快成兰尼斯特家宴了 最后一个海政大臣 您是不是又要任命一个狮子 瑟西暗自咒骂 却也收敛了一点 海政大臣 我认为奥雷恩 围水爵士比较合适 朝头岛伯爵蒙福德 瓦列里安的私生子兄弟 是的 瑟西道 他曾在王家舰队任职 是位出色的海军指挥官 想到奥雷恩 围水那头银金色的长发 瑟西就心潮涌动 这位朝头岛的私生子相貌 让瑟西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中情人 雷迦 坦格利安王子 他总是忍不住去想 如果当初封王答应他 和雷迦王子的联姻 那雷迦王子根本不会去看那个北京狼女一眼 篡夺者战争也就不会爆发 可惜 诸神总是这般残酷 让肥猪一样的劳勃 杀死了如神明一般的雷迦王子 也让他的命运变得如此坎坎 奥雷恩 围水曾为叛徒史塔尼斯效命吧 葛蒙什在无法理解瑟西的想法 那又怎样 黑水湾之意后 他已经投降 并向托曼国王效忠 我们应该将他树立为一个典型 让敌人们知道 只要愿意改邪归正 兰尼斯特家族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 葛蒙看向身边的瓦里斯 就见这位死太监居然笑呵呵地点头 太后 陛下说得太对了 我同意这项任命 马屁精 葛蒙暗自咒骂 好 那就奥雷恩 围水 瑟西再次做出决定 疯了 都疯了 葛蒙忽然觉得 就算泰温公爵再怎么英明神武 兰尼斯特家族也迟早要毁在这个疯女人手里 于是 他干脆闭上了嘴巴 瑟西已经曹尼好三份任命书 交给国王签字 做完这一切后 他愉快地宣布御前会议结束 正准备回去泡个热水澡 却被红宝总管叫住 铁金库的使者 是的 陛下 您要见他吗 行吧 带他去王座厅 瑟西只得暂缓热水澡计划 治理国家真是辛苦啊 他闷闷地想着 难怪劳伯当年什么事也不想管 但我不行 瑟西告诉自己 我要向父亲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样才能避免被荡城母马送去联姻的命运 铁金库是侠海对岸的布拉佛斯最大的银行 也是整个自由贸易城邦最富有最强势的银行 劳伯 您有什么事 铁王座欠的债务快到期了 所以我想知道您准备怎么偿还这100万金龙的借款 100万金龙 瑟西骤起了 是的 100万金龙 他当然知道国库早就空了 哪来的金龙还钱呢 除非兰尼斯特家族愿意用自家的钱来替铁王座还债 这可不行 瑟西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 父亲不会同意的 而且现在兰尼斯特家族也因为连年的战争 财政也并不宽裕 更不可能拿出这样一大笔钱来替铁王座还债 现在铁王座还在打仗 等战争结束 自然会还钱 瑟西道 等战争结束 那或态度坚决地摇头 那恐怕要超过还款期限了 那你们就多等几天吗 瑟西轻飘飘地说道 您在开玩笑对吧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那或语气变冷 瑟西陛下 您应该听过这句话 铁金库不容拖欠 那您也该听过这句话 兰尼斯特 有债必偿 瑟西受够了这个傲慢的使者 会见到此结束 那或轻哼一声 您为此付出代价 就如同无数拖欠铁金库的国王们一样 瑟西不懈道 我知道你们的手段 一旦国王不还钱 你们就会转而支持反对者们 好啊 你去支持铁王座的反对者吧 我敢保证 你们不仅拿不回原先的欠款 反而会赔上更多的钱 我们铁金库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只希望您不要后悔 那或冷冷丢下一句 随即愤怒离去 终于可以回去泡澡了 瑟西愉快地想着 至于铁金库转而去支持那些叛乱者们 瑟西并不觉得需要担心 北方的那头廊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至于南方的那个凯撒 虽然麻烦一点 但毕竟只有一个风暴地 这次叔叔和提利昂 去拉拢了河湾地和多恩 光凭他一个风暴的能掀起什么风浪 更重要的是 瑟西实在不想再见到铁金库 使者那张傲慢的脸 现在是泡澡时间 在这边